本質可以給你們 可以待會兒先坐前接喔 平日下午店門口 依然有長長等待人潮 日本一蘭拉麵來台展店多年 店內員工一刻不得閒 努力都是有回報的 一蘭拉麵宣布 從四月開始要調漲員工的薪資 因為我們想要讓我們的員工 可以安心在我們的公司上班 所以我們這次先做了薪資的調整 那薪資調整部分 因為也漲幅有15花左右 所以我們拉麵 可能也有人事成本的增加 需要拉麵也到我們調整一下 大概4%左右 不只員工薪資要漲 就連饕客手上那碗拉麵 也難逃漲價命運 一蘭強調餐點漲價 和物價店家上漲無關 而是為了體恤員工調升薪資 人事成本增加 才會反映在售價上 這也是一蘭拉麵一年半內 第二次調漲 第一次在2022年12月 當時一碗拉麵 從288元漲到298元 部分品項也漲了2到12元不等 員工的基本薪資 當時也有調整 不到半年一蘭又調薪 6%到8% 但餐點並未調漲 將近一年後 2024年4月 一蘭宣布調漲拉麵售價 員工調薪 11.8%到15.6% 等於儲備幹部起薪 一次就增加8000元 吃一餐300多 不算貴啊 都來吃了應該沒差這幾十塊 就只有薪水沒漲 考慮一下 會考慮 而且最近漲電費啊 就全部都要漲了 不只一蘭要漲 位於台北的李好拉麵 也宣布因為原物料上漲 4月各品上漲10元 酒湯屋則早在春節後 每晚就微幅上漲5元 全球缺工 原物料上漲 如何在售價與銷量中 找到平衡 成為業者的最大難題 華氏新聞 方廷楊超成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氏新聞的YouTube頻道